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展示科技新创意 新产品 新发明 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我是刘正 我们刚刚看到的冰块之所以没有融化 是因为在它的下面添加了一层相变材料 那什么是相变材料呢 它是一种在吸收或释放热量的过程中 能够保持自身的温度不变 或者变化不大的材料 那么今天我们就通过航天科工研发生产的相变材料 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此种材料属于相变材料 其成段包括结晶水和盐 溶溶盐等无机物 和丸听等有机物 相变材料是指在温度不变的情况下 改变物质状态并能提供潜热的物质 这种录制在从固态到液态 或液态到固态的相变过程中 会吸收或释放大量的前热 因此在温控领域具有巨大的利用价值 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相变材料就是水 当温度高于零摄氏度 固态的冰会融化变成液态的水 就会释放所储存冷的能量 每一种相变材料有一个相变温度点 我们会根据应用场合进行制定 相变材料可以实现循环利用 并且对温度变化非常敏感 它们可以根据环境温度的变化 进行物理状态的改变 并通过吸收或释放热量来调节环境温度 当环境温度升高时 相变材料会吸收热量 从固态转电为液态 或液态转电为气态 从而降低周围环境的温度 当环境温度降低时 相变材料会释放之前吸收的热量 从液态转电为固态 或气态转电为液态 从而提高周围环境的温度 那么这种相变温控材料 在现实中的温控效果如何呢 我们一看究竟 现在我们来到了熟悉的办公室的环境 在这里也应用了相变材料 那你觉得它在哪呢 没错 就是我脚下的地暖 相变材料的应用具有节能环保的优势 处热密度大 蓄热装置 结构紧凑 将这种相变材料铺设于地板下方 当夜间电价较低时 可对相变材料进行蓄热 白天相变材料则持续放热 可使室内温度长时间维持在18到22度 这个相变材料 真的可以将温度长时间维持在18到22摄氏度之间吗 现在我们还原冬天的温度 空调将室温调至16摄氏度 此时我们打开地暖 八个小时以后再来观察 时间到了 通过刚才的记录 我们发现温度变化确实维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而且地暖错峰用电的方式 不仅减轻了火电厂的发电负担 也不会挤占工业用电和生活用电 由于相变材料在相变过程中 本身温度基本不变 因此异于管理 此外相变材料能够实现精准的温度控制 具有很高的控制稳定性和精度 基于这种特性 相变温控材料除了用来调节室内温度 还广在运用于冷藏柜 温度控制器 温度传感器等设备中 相变材料绿色环保 创新地使用相变材料 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新意 相变材料还在航空航天领域 建筑运输等领域 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均有应用 相变材料 深入践行生态文明 节能降号 为助力我国实现 碳达峰 碳中和 天砖佳瓦 放心无止境 科技也时尚 接下来请收看 时尚新科技 水是生命之源 喝杯热水再吃早饭 开启温暖的一天 运动后 先喝温水保护肠胃 感冒时 要多喝温水 排毒养生 但是温水只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实际上 生活中不同饮品对水温要求不计相同 冲泡奶粉的适宜水温是70摄氏度 出于安全考虑 用70摄氏度的水温冲泡奶粉 可以有效杀死板旗肠杆菌 保障新生儿的生命安全 不只是奶粉 泡茶也讲究适宜的水温 并且水温 饮茶液的种类和品质而已 一般绿茶泡茶水温在75到85摄氏度之间 因为过高的水温可能会破坏营养成分 低温冲泡有助于保持绿茶的清新口感和香气 而乌龙茶 红茶等发酵类茶叶 泡茶的温度要更高 要在90摄氏度以上 这样才能充分展现其独特的口感和香气 可是这些水温怎么才能精准控制呢 别急 智能温控饮水机帮您解决这一问题 展示科技新创意 新产品 新发明 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而是高雅 有人会担心口渴想喝水的时候 却只能等待传统烧水壶现烧热水 刚烧开的水要等待放凉 温度还是难以把控 别担心 我这里有一款智能温控饮水机 急开 急凉 急饮 赶快和我一起去看一看吧 这款饮水机采用了后膜发热技术 利用半导体发热材料 形成后膜电阻电路 通电后就能发热 后膜发热体具有功率力度大 加热速度快 中座温度高 收温速率快等特点 这使得它在各种加热应用中 能够迅速有效地提供所需的热量 此外 后膜发热技术 采用安全精准发热和精细化调温的方式 避免了短路风险 同时 结合柔性或金属机材 使得发热过程更加稳定可靠 您可能担心这样的饮水机 是不是耗电量特别高 其实 智能温控饮水机中感 后膜发热体的电能转化日高 节能环保性能显著 不仅节能 智能温控饮水机 旨有机械强度高 体积小 安装方便 加热温度厂均匀 寿命长等优点 内含精准控温技术 水的温度可以从常温到开水范围内任意调整 轻松实现让不同人群随时喝上温白开 区别于传统开水机 智能温控饮水机流出的每滴水 都是经过烧开的熟水 在可控温度的同时 它还能精准控制出水量 满足人们喝不同饮品的水量需求 提开机饮 这台饮水机只需要三秒就能把水烧开 同时把水温降下来 那么卢老师 它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 烧开的水是通过一个热交换器 就把这个热量带走 热交换器由内外浪层水路组成 冷水水路包裹热水水路 烧好的开水 在热交换器中 以上年的冷水水路进行热交换 使开水冷却 因为它是一个流动的一个系统 马上三秒钟都可以把它降温 除了温度控制 健康安全也是饮水的一大要求 然而传统饮水机 存在内部难以清洗的问题 在长时间不实用的情况下 饮水机内部的水环境会相对稳定 这就给细菌的滋生提供了条件 这样的水如果直接饮用 可能会引发腹泻的问题 那么饮水机内部清洁问题 该如何解决呢 智能温控饮水机 采用了全管路消毒功能 可定期通过对水泵在内的全管网 进行全面高温开水消毒的功能 确保从出水水流出的每滴水 都能安全卫生 智能温控饮水机 使用方便快捷 满足了当下人们快节奏的生活 同时节能环保 满足了冲泡奶粉 蜂蜜 老年人早晚一杯温白开的需求 同时满足了爱查人士 针对不同品种茶叶 需要不同水温等要求 我们下期再见